大家好,好久不见 我拍了开店视频之后没有工赏,实在不好意思 我开店了之后出现了好多事情 所以也算借口 我每天睡了两三个小时 就是拍了视频之后基本上没有做坚持的时间 所以已经没有工赏,实在不好意思 我以后怎样努力,快点放心吧 我开店两个星期,出现了好多问题 然后收到了很多人的反馈和建议 我也想整理一下这些的反馈和建议 但一直门过来,我没有整理好 所以这次确定好 今天到6月30号关门,然后我改进一下 然后7月1号,再见 我昨天已经通知过了 但是有的人不知道白跑过来 所以这次拍视频了 然后我今天终于能 能看你们给我的心 很多人这次过来 真的很感谢这次很多人过来支持我 我觉得我的产品的味道也当然需要改进 但是这次出现的问题 包括产品还是 我毕竟是第一次创业嘛 所以没有经验 所以出现另外的好多问题 所以我虽然只两个星期 但学到了好多好多东西 所以我这段时间在整理 本来后天我的弟弟过来帮我忙 他会来的 然后我带他去旅游 我带他去旅游 中国美食 然后一起准备 他会带了一个月左右 帮我拿 但我可以静止下去 这是我们的 好多 好多 嗯 火鸡鸡鸡 我想吃这个 我挺不太好 我们产品的火鸡鸡鸡鸡烤肉的话 炸到的是比较好吃 但是其他的频道还是有量 但味好吃的 融合吃也就是 可以好吃 最好受到的 吃也 餐肉 好 谢谢 谢谢 两个星期之间真的 第一次工作的 都很辛苦 我们基本上 工作了 十五个小时 真的好辛苦 非常多人 但是 不会有力 太大了 但是 反而我们才是 当时觉得这些问题 嗯 对 以为是包饿了的时候 也是很多人 留情了 但我 没有 哪只 看这个蛋糕 我感觉 而且 在靠服了 那种 怕粉饰的 害怕 我努力 以后 以后也成了更好的自己 我们可以一起成长 大家加油 谢谢 我 弟弟来了 一起再见 拜拜 我 我 在靠服了 我 在靠服了 我 我 在靠服了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